好,我們現在來做這個神殿的這個樓梯跟基座 好 我們現在先隨便做一個基地 神殿的基地 好,高度 你當然可以輸入數值啦 可是我們現在 只是運用一些工具幫我們做出 這個神殿的 樓梯 好 記住任何東西我們都要轉成元件 我們先轉成元件 這裡老師做一個小小的修飾 這個就是偏移工具 我們認識這個偏移工具 偏移工具就是你可以選擇 一個完整的 那個 多 多編題 幫你做 偏移 可以往內也可以往外 我們現在往內 好 所以你可以看我這裡就可以再長出一塊 做一個小小的裝飾 好 再來 我們現在要做 樓梯 樓梯的部分 我們先 用 好 我們在這裡畫一個平面 好 所以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先建立成 元件 好 好 我一樣這個樓梯的 把它建立成元件 好了之後 來我們往前移一點點 好 不要跟這個卡住 好來喔 記住我們用移動工具 老師有講過 移動工具 最重要就是 你開始點的 那一個點 很重要 你看喔 我們現在用 這個點點 好 Ctrl鍵加一個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 這個點 去接 這裡的點 所以你可以看 如果我剛才 從這裡 隨便 點一個點 開始 所以你看 我要達到我要的目的 就沒有 可是 它可以貼成這樣子 可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的嘛 所以記住 移動工具 開始點的 那一個點 很重要 從這個點 點下去 開始移動 告訴它 方向 再點這一邊 好 利用 乘 記住喔 這個一定要在 你生成出來之後就開始做這個動作 乘與 20 按Enter 它才會 幫你複製出來 這很重要一個 關鍵 我先把 這裡 這裡先 移走開 好了 我們要選擇這一些 記住 我可以全部把它包圍起來 可是這個不要按Shift 就可以簡選 再來用縮放喔 縮放 縮放記住 我們現在是往 向 所以要 要這個 這個方向 往下 它會貼起 幫我們貼起這個平面 可是我們要到這個平面喔 特別注意一下 點一下 所以這裡的高度就會跟這個高度一樣 再來 比如我們的距離 這個樓梯要比較抖 要比較緩 這樣子去控制 我先放在這裡好了 樓梯要這樣子 這邊要特別注意喔 我們這個 樓梯應該要對 對准這個物體的中間嘛 一樣移動工具 這很重要喔 一樣這個 我們可以 它會自動把我們找到終點嘛 對過去 它也會自動找這個物體的終點 所以我們這樣子就對齊了 有沒有 所以這裡我們就可以把樓梯放在 這邊 可是你這裡要特別注意 我們這裡面有一個要內砍到這個基地裡面喔 你當然也可以做成這樣子啦 可是我覺得 我多做一個的目的是要 是要我們砍進去 砍進去 我們樓梯的每一個階段 有沒有 每一個階都是一樣的 這叉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修飾的 這跟我們 坐的樓梯是無關的 這個不要delete也沒關係啦 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做的是空心的喔 所以我們旁邊做一個 小小的護欄 把它遮延起來 所以一樣 我們就從這一點 把它對到這一點 再拉垂直線下來 好 它這裡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它會自動貼起地面 所以剛才我在拉的時候 我剛才沒有示範到 剛才我在拉的時候 我剛才沒有示範到 我們在拉的時候 我再示範一次喔 這個簡選 我在拉的時候 我只拉 上面對不對 下面因為 我們剛做的時候 它一定會貼起地面 所以 正常來講 我們 這邊如果 你 跟這個沒有對齊的時候 也可以拉動這裡 讓它對齊 剛才沒有講到這一點 我剛才拉錯了 記住是這個點喔 這樣子才能 好了之後 把它 從這個終點開始移動 讓它對齊一下 好了 好了之後 所以我們這裡就做好了 再來 從這個點 當然你從哪一個點都可以 你也可以從這邊劃過來 它會比較容易貼到這個平面來 綠色的線一定要出現 到這裡 再拉到這邊 再對下來 所以它旁邊的護欄就做出來了 我們就不會看到你的樓梯是空心的 看起來很不安全的樣子 一樣轉成元件 再一樣移動 這邊也可以 一樣Ctrl鍵加出一個 這樣你的樓梯的樣子 就做出來了 有沒有 很漂亮的樓梯就做出來了 暗了 對 暗了 暗了 就